歡迎收看新一期的鋼彈解說影片,我是Takashi 今天的影片主題將帶各位來認識AD世界觀中天上人的第二代機 正義女神鋼彈 如果想看其他WO劇情與設定解說 可以點擊右上方資訊卡的播放清單觀看 那我們直接開始主題吧 正義女神鋼彈機體編號GNY001 登場於外傳作品鋼彈WOP 駕駛員為羅伊德羅瑟納斯 本機體是利用存放於天上人跟具體天使空中的O鋼彈為基礎 在天上人的工程部門研發下所誕生的二代機種 開發目的主要以武裝測試與實戰為主 並在武裝測試完畢後投入第三世代鋼彈的實戰裝備應用上 而本機體中的正義女神名稱來自塔羅牌中正義女神之名 同時也代表天上人組織的強大信念 並且許多二代機種的名稱都和塔羅牌中許多女神有所關聯 結束正義女神鋼彈和O鋼彈在外觀上的差異 正義女神在開發上也是以泛用型的MS為主 並在各種實戰中測試原型武裝 從廣泛應用的GN光束步槍至GN火箭炮 為了能夠有效的使用這些裝備 正義女神鋼彈從手臂到腿部都有裝備硬點 並透過這些硬點將GN乳的能量傳送到這些裝備上 也因為正義女神在各方面出色的性能 以及武裝測試達到預期效果 使得天上人可以將正義女神鋼彈作為基礎 並開發出第三代機GN001能天使鋼彈 正義女神鋼彈的特殊能源傳輸系統 位於胸前兩側的韌狀天線下方 所有武器的驅動都是透過胸口的GN乳釋放GN粒子 並將粒子傳導至武器系統內 而胸部兩側的韌狀天線可操控分散的GN粒子 這些粒子除了可以控制機體的部分零件 也可以干擾雷達與電磁波 與之後能天使鋼彈比較 正義女神鋼彈的頭部以及軀幹兩側的天線都呈現相反的狀態 頭部的天線較短主要是為了避免干涉到軀幹兩側天線控制GN粒子 以及相互擦裝的情況發生 解除戰車女神鋼彈 所有第二代機種皆採用3.4噴射推進器 與淵線歐鋼彈所採用更穩定的全罩式噴射相比 3.4噴射則是完全不同的操控系統 並且在驅動裝置效能全開下依然有著強大的推進力 但與全罩式噴射相比 3.4噴射則失去了穩定性與增加運作壓力的風險 自從天上人擁有一定數量的GN爐之後 更加穩定且高性能的研究與升級 也為第三代機不再延續二代機的3.4噴射裝置 而是全面採用更加穩定且高推進力的全罩式錐型噴射裝置 而正義女神也曾測試過全罩型錐型噴射裝置 但測試後得出的結果是破壞了機體平衡性 在西元2308年之前 Transim系統仍尚未解鎖 因此許多搭載GN爐的機體都無法使用 在所有二代機完成他們的任務後 他們並未被拆解 而是在三代機開發的過程中擔任後備支援 並在之後送往天使組織擔任組織的武裝力量 而正義女神鋼彈也在天使旗下獲得了改裝 並成為正義女神鋼彈F型 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內容 希望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本頻道並開啟小鈴鐺喔